美国与欧洲的太空总署NASA和USA正在积极准备重返月球 而如果一切顺利,首度的无人是非将会在2021年升空 并且在2024年重新登陆月球 到时候也会出现第一位登上月球表面的女性太空人 特制的货机打开机首舱门 把这个装着猎户星座太空舱的大箱子送上平台车 在运到超大的实验用敞篷内 有工作人员把太空舱安装好 紧接着就是1年2个月左右的测试工作 原名探索任务EM的这个计划 在NASA重新调整计划内容之后 该以希腊神话当中的月亮女神雅提米斯来命名 在神话故事当中 雅提米斯和阿波罗是双胞胎姐弟 因为前一个登月计划以阿波罗命名 因此半个世纪之后的新计划就称为雅提米斯计划 根据NASA跟ESA合作的计划 太空舱与服务舱由太空发射系统送上地球轨道 在接近国际太空站所在的轨道之前 主要的载运火箭就会脱离 由服务舱的太阳能板提供接下来整个计划所需要的电力 升空之后大约70分钟 最后一节火箭将执行所谓的跨越喷射推进TLI 这个时候太空舱的速度大增 以脱离地球引力飞向月球 也因此在厄海俄州进行的地面测试 就在确认猎虎星座太空舱与服务舱 能够经得起外太空环境的考验 保护精密仪器不受影响 We put it in the world's largest space simulation chamber We pump all the air out of it and then we give it the cold background of space and we hit it with hot in certain areas to simulate being on orbit, no air in the sun, very, very hot in the shade, very, very cold and then we hit it with radio frequency waves so we simulate, for example, sitting on top of the rocket 前一个猎虎星座太空舱在2014年 做了绕行地球的测试 而接下来是计划调整之后的首度是非 同样是不载人 但是要尝试脱离地球轨道 飞向月球的程序 因此成功与否 有关往后的计划能否顺利执行 在2021年的首度绕月飞行 并返航地球测试之后 2022年下半年 或者是2023年上半年 就会有太空人首度坐进猎虎星座太空舱 然后是2024年 猎虎星座号预定降落在月球的南极 届时将会有第一位女性太空人 踏上月球表面 记者徐江仁报道